威力巨大的死罩炮击中了通向太空的轨道升降梯 户在外层重达几百吨的建筑魔块纷纷脱落 并且无法控制地迅速扩大范围 开始落下人类居住密集区 即将有数千万人被当场砸死 那天 离属于地球联邦军的贺丘利上校占领了非洲上方的轨道空间站 他因不满联邦治安队对数百万中东人的屠杀而决定发起政变 想让天下人都知道治安队的反人类行径到底有多么可耻 可联邦政府却封锁了信息 对外宣称他们是危害安全绑架人质的恐怖分子 而对于自身军队对中东数百万人的屠杀却只字不提 很快 治安队倾巢而出 直接把贺丘利所在的非洲塔给包围的滴水不漏 开始向内部投放 屠杀戾气自动击兵 要知道这玩意可是见人就杀 这一举动便意味着治安队把里面的人质也视为恐怖分子 一过端掉就不需要担心人质的安危了 贺丘利安排了大量士兵坚守要道 并且同时开始疏散群众保护公民 却也还是会有几人被鸡兵逮住直接击毙 而联邦那边放出的新闻 却直接化身美联社 把鸡兵辟成了贺丘利的士兵 让公民们误以为贺丘利在屠杀他们 收到消息的林林高达最先到达了非洲塔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里竟然又有个大麻烦在等着自己 无视到先生驾驶着最新的魔修罗生机体 要和他一决高下 最恐怖的是 这机体竟然已经拥有了和高达一样的 TRANS-AM系统 这让高达最为核心的技术优势荡然无存 手臂受伤的机师 刹那难以抵御他的攻击 形式愈发的危急 实在没有办法 他也只能开启TRANS-AM系统拼尽全力 和他分出高下 就在他们的战斗 进入白热化时 一束射线打断了他们 放眼望去 才知道是天人组织的战友们也赶了过来 武士刀并没有一达四的能力 见情况不妙便也只能先行离开保住性命 天人组织指挥官皇姐 察觉到非洲塔旁的治安队正行诡异 判定到他们并没有想要直接发起攻击 经过一系列的推测 竟发现治安队还有一门死罩炮 打算直接摧毁整个非洲塔 以灭掉政变人员 非洲塔内部的人员收到消息 立马便开始从塔里面撤出激动战士和人群 可包围在一旁的治安队这时候就开始产生作用了 每个从中逃出的人员都会被他们交织的活力网给穿透 只要是从塔里出来的 哪怕是一只苍蝇也被打上了恐怖分子的标志 天人组织的高达们见他们丧心病狂 立马便对治安队发起了攻击 在他们的帮助之下 非洲塔内部的人员才能有机会撤离 可现在的核心问题还不在于此 而是太空上正准备发射的死罩炮 为了将其摧毁 他们派出了刚刚与天人组织会合的零零高达 并且还对应的派出了零式战机与零零高达和体程 强化是零零高达 很快 太空上的死罩炮便准备发射了 零零高达必须得赶在发射之前将其摧毁 可就在他准备要发射的时候 却突然受到了袭击 原来是变革者早就做了准备防止高达的阻止 就在他准备一举歼灵零高达的时候 Trans AM启动了 转瞬之间 便连着护盾都给彻底粉碎了 就在死罩炮要发射的时候 零零高达在最后一秒钟赶了过来 治安对长探一口气以为这射线打偏了 可谁知这玩意竟然不是射线 而是一把长达几万米的光刀 他用尽全力尝试斩断死罩炮 可在最后关头能量却不够用了 他只能祈祷死罩炮无法启动 可答案却让他绝望 死罩炮在爆炸前射出了光束 这射线精准命中了非洲塔 即将带来令人绝望的灾难 非洲塔上每一块都重达几百吨的建筑材料分身脱落 比泰山崩塌更恐怖的是非洲塔崩塌 这些几百吨重的物料在重力的加持下进行自由落体 一旦砸到居民楼就跟石头打豆腐一样 经过预测 很快会有大量的材料砸向居民区 如若不干预则会造成数千万人的伤亡 田人组织的高达们立马停止与治安队的战斗 转而飞向居民区开始拦截从天而降的巨石 他们各自都用出了浑身解数 只为力所能及的去拯救脚下的众生 可他们火力再怎么强大 却还是只有区区三台机体而已 对于成千上万极速下落的巨石 能够摧毁掉的始终是九牛一毛 大量的巨石开始砸向地面 他们的体积甚至和居民楼差不多大 此时的景象宛如是受到了神伐一般让人绝望 他们没打掉一块 回到就会多脱落一百块 被错过的巨石禁止砸向城市群 却有意外的炮弹将其击毁 回头望去 这才发现与治安队战斗的成员组织也加入了保卫城市的行动中 伴随着情势的急剧变化 原本互为敌人的各方 实力都有了统一的目标 那就是保卫城市中的万千森林 转瞬之间 几百架机体都将炮口瞄准了天空 只为守护脚底下自己最关心的那个人 全世界各方势力在此刻 才真正的实现了精神上的大一统 在巨石的数量慢慢变少之后 现与天人组织一起的玛丽 便找到了救人雄叔 本是一妇女见面的幸福一刻 却出现了岔子 雄叔的亲儿子发现 父亲竟然和凡政府组织走到了一起 因而便把这惨烈的局面归咎于父亲 父亲曾经作为军人表率 牺牲了母亲让其怀恨在心 而今却被盗而驰成了叛乱分子 他顾不得父亲解释政府的凡人类行为 当场就心仇就恨意起散 上演大意灭清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